每天100秒带你看两会 教育话题值热度颇高 建议让教师经历回归课堂教学本身 登上今天的热搜榜 根据中心网报道 全国政协委员许玲表示 建议减少教师课后非教学活动 会议把课堂之外 占用老师经历的活动尽量减下来 比如评审 比赛等等 让老师专注在课堂教学质量的提升上 不少网友评论称 建议取消冗凡的考评材料 让教师专心交出育人 明星流量的话题在今年两会被屡次提及 流量不代表质量 全国政协委员龚汉林的这句话 冲上热搜榜 龚汉林表示流量再大 不见得能把喜剧小品演好 真正艺术的价值是分行当的 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 还得有工匠精神才能做好 全国政大代表沈春耀建议 要研判明星巨额逃税是否入行 他表示 近些年一些知名艺人偷逃税现象 引发广泛关注 建议严格执行有关法律规定 对税款罚款金额巨大的 是否适应刑法中首次查处 并及时补交 不予追究刑责的这个条款 要加强研判 社交话题也受到广泛关注 全国政协委员 四川省桥连主席刘一琴 接受中心社记者采访时就建议 要继续完善疫苗护照和国际旅行健康证明 在国家间的忽人范围 有效期等细节 为将来更为频繁的跨境人员流动 做好准备 全国政协委员 中国桥商联合会荣誉会长 颜斌在提案中表示 中国的一些特色桥乡 要放大相应优势 吸引海外华人华侨 回来壮业就业 明天 全国政协十三年五次会议 将举行闭幕会 两会进入尾声 你还有什么想说的 记得给我们留言